同学好,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已知函数f of x 等于 x 平方减 5 x 减 1 则以 h 趋近于 0 的方式 求 f' of 2 的值为多少 好,题目告诉我们这个函数 那我们要这个 h 趋近于 0 的方式 好,首先我们 f' of 2 等于 limit h 趋近于 0 后面 h 分之 f of 2 加 h 减掉 f of 2 好,上面这个我们就以这个函数来替代 里面 x 呢,我们就用 2 加 h 带进来 好,进行改写可以等于 limit h 趋近于 0 后面是 h 分之 把这个带到 x 的部分 2 加 h 括号的平方 减掉 5 倍的 2 加 h 括号 再减 1 外面再一个中括号 后面减掉 f of 2 把 2 带进去 减掉括号里面是 2 的平方 减掉 5 乘以 2 减 1 好,计算可以划减可以得到 limit h 趋近于 0 后面的部分 h 分之 h 平方减 h 减 7 括号 减掉后面计算出会来等于 负 7 好,上面分子再把它划减 可以等于 limit h 趋近于 0 的 h 分之 h 平方减 h 这边可以提出一个 h 跟分母消掉 所以上面分子变成 h 减 1 所以等于 limit h 趋近于 0 的 h 减 1 最后 h 带 0 进来 那这一期答案等于负 1 这样就求出来了